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嘉宾小言 那么给大家讲的是ESWC的争夺三四名的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呢也是一位网友啊 强烈要求我的好像叫是是是是 好 那么这场比赛是MM对阵一技 那么MM这场比赛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搞怪的阵容啊 优鬼加TB 嗯 然后配三个 当然TB我们说在52的TB还算强大啊 没有那么的不难忍 跑的还是挺快的 那么亲密人员我们看Milk Pusher Milk的陈啊 Pusher的这个TCD 嗯 摸了你的啊 摸了你的这个QP Mania的优鬼 那么还有啊 这个Fam 常常的原来Fam的TB 添加方的这种我们看一些 Pak 力尺 SNK NEC 那么非常的中规中矩啊 还有Leon 那么这套阵容也是 主一个 保一个半后期啊 保一个半后期 利用呢NEC来克制TP 或者优鬼 那我看到上来天台方是五个人往对方野区冲啊 这个场面真的是何等壮观啊 何等壮观 嗯 我们要看一下 SNK 虽然插了一个眼睛在别人野区 这个眼点 那么谁过来 绝对是一套 真的是一套锤啊 加减速就把别人吓走 那近壹方还是比较围缩 没有直接往野区走 五个人过来是为了保证其他人安全吗 不过呢 因为现在出兵时间晚了 所以说抢服或者是 风野的时间更加充足了 以前如果你这样搞的话 肯定会漏几波兵的经验的 比赛现在进行到1分48秒 双方比分 大家猜有多少 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猜对 那么恭喜你 你这个对到他理解已经到了正常的地步 好了我们看比赛 刚才开个玩笑 中路雷翁走中 这有点差异啊 SNK呢吃了抢刀隐身符 下路是帕克以及励志走吗 上路NEC加SNK慢慢打前 应该是这样 优势度给Farmer 那么中间雷翁到6的时候 可以大杀特杀 那么励志到6呢 虽然可以 但是呢 这个是不考虑到用力士吃兵 来压一下边路 对方优势度的人 对方冰后就 下路是给了Malager女王来单 那么中路TP也不敢到前面 TP一般说走中的TP啊 是低级升甲升变身 就是利用变身的几十秒 打那么 补那么几个兵 但是你这期 旗下一定要补到啊 你要补不到还不如 补过去 那么SNK也是 不要这个隐身效果了 SNK上来补到第一个兵 上路牛鬼加THD 这个组合是压制的很凶啊 那我猜错了 没想到SNK是走在中路 让NEC来单 那么是不是让NEC迅速提高等级 来这个准备 一轮push果然第一级升的是变身吧 这个没错吧 那么也是战位比较猥琐啊 可以点到 那Fear也是当年的 段塔界第一人是吧 现在的你要说比范 我们来说 我觉得光哥 拿第一人应该是 名副其实了 拿了三届的ASUS 公开赛的冠军 并且都是 刚刚加入不久的队伍 那么就是因为 刚刚加入不久 所以才显得更加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我们在 大家如果看球的话 我们说一个化学反应 是吧 有的队里面都是明星 都是大腕 打的就是史一般 有的队伍都是什么蓝领啊 打的就很好 光哥 你在 你作为一个明星 你能够再加一支队伍之后 立刻让这个队伍找回状态 你立刻配合起来 那么这才是最难得的 我们说 这就是非常适合团队的材料 那么这样的这个选手啊 才是受到各个队伍欢迎的 大家才想挖你啊 你一挖过去球队毒药啊 一挖你天天哥里面 骂来骂去的 哎 上午看 发现对面是一个 单的火直接把两个 后机换到左边 减金打钱压力 那么中路给THD去耍 那这也是精卫方 那么现在我也不太惊论 为什么iPad木会考虑 这样一个双控器的打法 因为我拿不到他的pick list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 就是怎么选的 他可能在先选一个 比如先选一个TP 然后对方意识到 这个 那后来看对方志伦 好像觉得对方志伦 也前期也推不过来 所以说最后补了一个优鬼吗 我搞得不太清楚啊 那我觉得很多 这场比赛肯定 宙斯要被办 碰木肯定也要被办 那么骑士被办 还有什么 我现在也猜不到 这边两个人过来了 陈的位置 我看陈先招了这个熊怪 熊怪已经半写了一个标 标上来 陈墨也没有接 因为反程这时候 他只有二级啊 这样打起来也没什么效果 踩了一脚 这边点一下帕克 帕克先补了一个真眼 而不是这个陈先补了 拆在对面那个假眼 左边呢 TB机去打 被雷昂点了一下 SNK也换到左路 那么双方在换路上 真的下了一番功 花了一番时间 费了一番心血 耗了不少经验 那因为这个路走不好 我们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架错狼 嗯 架错狼 是吧 当然什么狼呢 这个 这个想架什么狼 就架什么狼了 嗯 不是色狼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说 君子耗色而不淫 是吧 这句话 是古人的一句名言 我也是觉得 这句话说得很好 啊 那这边TB也升了一级吸血啊 这样的话增大它混线能力 左边呢 这边方目前没有人还在左边 专心的让两个后期慢慢打起来啊 那么其实主要的 敢选这样两个后期来说 TB是有push能力 但是呢 呃 优鬼是有一定的反push能力 但 但是这个反push能力 在出呼召之前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掉的 尤其是新版本的优鬼 那么在52的优鬼 实际上已经被削了一次啊 那说53优鬼就好一些 53优鬼它的这个 弹 范围到1000了 而且呢 本身 优鬼这个弹加了一个魔法效果啊 动画效果 这样看起来更有威慑力 让人感觉更疼 我们说人的心理作用是非常的 作用非常大的 因为每个人他都是 这个心理嘛 他都有心理 对吧 你不可能说你没有心理 你没有心理 你没有生理 我才佩服你啊 那么今天我看到有一个 掌门平台 有个人的ID叫生物 我说 我说好 我说这个ID起的比较可行 我回头你可以注册的ID叫动物 叫微生物 叫原生物 叫细胞虫 叫变形变形虫 啊 我觉得这个ID真的很强大 优鬼这些补刀 不是很好 他这个主要是起手 有一点点怪异 不要一下 而且他攻击力的话 我们又喜欢裸奔啊 不爱出膝带 所以导致优鬼不好 优鬼你真的背了四个鞋子 可能好 我这边女王又干什么 哎 加速的连用过来 插啊 插起 没有插 反而被塔打了三下 直接打成了红鞋 那刚才呢 是没有蓝吗 我看一下他 蓝够啊 该插不插啊 这个是 真的是 真的是钱都白花了 哎 这边 就要对拼 那么NEC也是有 非常有反杀能力的一个后期 一个法 法师 因为你打他了 他突然一加血 是吧 你少血 他加血 挥了一个大 真的 就这个一个D加R2啊 那个伤害是很 反正差一点 TB 我们看到 因为逆境 他出了吸血 这样可以把这个 吃出钱 谁来这边 核道遇到了 踩一脚 也是 没有继续追 我们看到 他中了这样 刚才双手 各提一个小桃子 是吧 下路女王 被威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 摩托尼被压得有点哭啊 这边 帕克又在这边 他往缝里面蹦 你蹦别人 肯定要进来抓你的 帕克也在外面晃 看这些能不能 靠你阴阴走位 这是最展现你走位的时候 过来 不要了 FB还是拿来摩托尼的 这个你再能走位 也进入住这种 鹰骂的技能来搞定你 8分7秒 那么现在 比分是 近位落后1分 这边又是两个人遇到了 那么陈 那陈也是先出鞋子 保证他黑腿能乱 因为他本身有个减速技能 还有个加成的 那减速技能 还可以加成额外伤害 是吧 所以这场技能 保证他黑腿能乱的输出 又继续点一下 那么这样能A死吗 过去宝宝可以踩一脚 直接死了 我以为他会飞到宝宝那里 那么这样的比分1比1 拉成1比1平 那SNK我们看见 补了多少钱 SNK现在在8分钟的时候 SNK打了100多块钱 不会吧 这应该是买了东西了吧 TP是打了1500 没有背任何的 吃的东西啊 直接在线上 依靠吸血来呈现 吸血跟变身 那么现在已经在8分钟 打了1000多块钱 这个费尔不愧是 MM的farmer啊 那果然是很赢吧 那么这场比赛呢 推荐大家下载一下瑞浦啊 瑞浦在路人网上游 下载这个瑞浦观看 看下TP贤区是怎么把1000多块钱给补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 很诧异啊 我都没想到他有这么多钱 去远程中路 一个战略不好就可能会被秒 因为有这样的 秒人的人存在 左边 追着NEC来点 也是一个标 追着弹 那么前期又已经升了黄武了 我看到了 下路又开了 踩一脚 刚才已经倒了一个 继续在 那么这个陈也是带着两个小宝宝就 灭了对方 一个啊 那么摸弄你刚才是被乌妖跟PAK配给他干掉了 那摸弄你真悲剧啊 这个女王走优速度真的是越来越不优势了 反而感觉很劣势的感觉啊 女王前期属性被削得厉害 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跳刀的改动 以及这些干渴的削弱啊